大家好,我是皮修专卖店的义君老师 我们的皮修卖场中文网址 金美艺品店.tw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卖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皮修 欢迎直接到我们的卖场下标 下标选购 也非常欢迎欲来现场选购 选购后我们就现场看老师开光 有皮修问题也可以直接面对面的一个询问 如果是在卖场下标的话 我们有提供可以下标刷卡 或是超商取货付款的一个服务 现场没有刷卡机 所以如果你要刷卡都一定要到我们的卖场下标 才能做一个刷卡的一个动作 我们在镜头上有看到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个皮修 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皮修的话 都可以到我们的卖场下标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没有拍卖的账号 我也想购买或在购买上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络 老师的网站中文网址皮修开光点TW 或者说你要预约这些等等 你想预约到现场 我们老师的网站中文网址皮修开光点TW 就可以老师的联络电话我们的店面的住址 这些等等 好那今天呢要讲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说有人常常在询问说 比如说我的皮修 好我今天带了一个皮修 不小心摔断了 最常人问的就是我今天绳子 以这个手链来讲好了 我今天绳子断了 老师我今天绳子断了 带一带突然绳子断了 它是不是有代表不好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它是不是有什么意识呢 这些等等 好然后或者是说 老师我今天的皮修 如果有造成这个破损啦 这些等等 那是不是 它是不是又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在里面呢 好这个是紫水晶 这是紫水晶皮修 好这个是紫玉水 紫水晶大家都知道 是属于这个开智慧跟贵人 好那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喜欢这一款 都可以到我们的卖场下标 好那一方面来欣赏我们的皮修 一方面我来今天来解释 来今天来做这个 就是如果我今天的皮修 如果绳子断了 代表有什么含义在里面 其实我们今天来讲好了绳子 绳子 我们的所有的全部的手链 我们都是拉绳的 好当然绳子不会这么长啦 那我们都是会 你下标的时候可以提供你的首尾 我们就依照你的首尾 去做一个修改了 那可是我们戴佩戴的情况之下 每天这样呆呆呆呆呆的情况之下 其实绳子是损耗品 绳子损耗品一定会断了 好那其实断了都不用担心 断了我们就提供永久免费换线 跟免费加持的一个服务在里面 不是叫你说你线断了 你自己去想办法 自己找你的店家这些等等 好我们都没有 就是欢迎大家可以预来现场 我们就现场换线 不方便来我们就是用寄的 寄的就付回油 付回油这个寄回去的运费就这样子 所以绳子断了你说 因为我们这样戴的情况之下 当然每个人佩戴的情况之下 有长有短 有可能说可能比如说我们的 有些人他是做美法业 或者是做吃的这些等等 经常要碰到水 碰到水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的一般来讲好了 我们的绳子断的机会 就比一般人来讲好了 好来的更容易断 所以断的时间长跟短呢 有可能一个月 有可能也许是半年啊 或三个月等等 他都不 时间都是不等的 好所以绳子是损耗品 好断了 好断了并没有 这个损耗品一定会断嘛 好所以断了并没有一个 什么特别的一个 含义在里面 那绳子本来就会断 好那只是说你今天断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就可以跟我就是寄回来 我们就帮你 帮你做一个换线的一个动作 那换线之后会帮你加持 好会再帮你加持寄回去的 好或者说其实不一定要绳子断啦 好其实我们都有提供免费 永久免费的一个加持 其实大家都 就是说你觉得感觉是 哎老师我想要帮我的皮修加持 OK啊非常都OK非常欢迎啊 好我们的皮修你跟我们购买 我们本来就提供这个售后服务 但是如果你不是跟我们购买的话 当然你要加持 那当然就是付费了嘛 好这就是付费 你知道不是跟我们购买的皮修 你所有的售后服务这些当然都没有 好再过来没有 再过来你想要加持 当然就是付费啦 好所有的动 所有的这些通通都是付费的一个状况 好如果我们买的 当然就不用了 好我们都是免费的一个加持 再过来呢说我们的皮修 假如说我的皮修断掉了 好就说不小心这个摔到了啊等等 就我可能我没有 老师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皮修没有摔到啊 可是为什么这边会有裂痕啊 这些等等 其实这个天然矿石属易税物 那你在带的情况之下 当然你可能会没有注意到 而不小心可能撞到啦等等 而造成的一个破损 好那破损的情况之下 当然它就会影响到开光效能啦 好只是如果说今天只是 一点点的小破损 一点点一点点 那个没关系 好但是如果很严重的破损的话 那我们就会建议 好可能它就会影响到开光效能 那你会说老师啊我怎么知道 什么叫做一点点 什么叫做很严重等等 你不了解 没关系 反正跟我们买的皮修 你就是拍照过来 老师帮你做确认 啊如果不是跟我买的皮修 不好意思 好我们都没有提供 任何的一个售后服务啦 反正就是跟我们买东西 我们就是提供很 很完整的一个售后服务 好所以你就觉得 好这个拍这个皮修破损呢 老师你帮我看看 这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你就拍照 好传过来 老师帮你做确认 没有关系 老师帮你看完之后 就会回复你说这有没有关系 好所以呢 皮修破损 或是绳子断了 并没有一个 这个 呃 代表什么特别的含义在里面 那有在网路上讲说 啊这个是皮修破掉了 这个绳子断了 告诉你说 喔皮修帮你挡栽了 所以你要这个皮修不能带咯 或这些等等 如果这个皮修 我们太金皮修来讲好了 这个太金皮修 这个要将近这个八千块钱 好那这个 以这一款皮修来讲好了 我今天绳子断了 他告诉你说 喔 这帮你挡栽了 不能再佩戴了 难道你要把这八千块丢掉吗 不可能嘛 绳子断了重串就好了嘛 重串再加持就好了嘛 这很简单啊 那丢掉 唉 这个喔 这个很多人说话都不用负责任的 当然啦 我们也不能去怪别人 当然他希望最好断掉 绳子断掉 再告诉你说 当然希望再跟他买嘛 就希望跟他再买 再买一条皮修嘛 他告诉你说 挡栽 挡栽 你说 这个喔 网路传言很多啦 我们参考就好了啦 每个人都要有智慧啦 能智慧 你说这便宜的 不许这款皮修来讲便宜 便宜 便宜的情况之下 真的如果你觉得很介意 我们可以丢掉重买 可以 如果这个很贵的皮修呢 绳子断了就要叫你重买吗 告诉你党灾不能带来 要重买吗 你舍得吗 好 就是 每个人喔 网路传言 最要有智慧 去判断 网路传言的这个 这个说法是是非非非 不是人云亦云 否则的话 你就会陷入在 这个迷惘里面了 就会失去判断的能力了 好 所以呢 我们的 皮修100问 招财 中文网址 招财皮修.tw 就可以直接连结到 我们的皮修100问里面 可以针对你想的问的问题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有没有想的问的问题 在里面 所以呢 我们呢 反正跟我买的皮修呢 好 我们就是现场选购 现场开光 然后呢 有任何问题 不管是购买后 有任何问题 我想要加持 都是或者绳子断了 我们都提供 永久免费换线 跟免费加持的一个服务 好 就是因为专业 好 就是因为专业 所以才敢提出 这些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在选购 皮修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去看看 店家能够提供 什么样的一个 售后服务呢 好 我们再做一个选购 所以 否则的话 每次到现场来 我最常听到就是 老师 我好后悔哦 为什么现在才认识你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一直买了皮修了 这些等等 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那你为什么 在买的之前呢 你为什么不去做 这个仔细考量呢 这个店家能够 提供你什么服务呢 买了再来后悔 然后最后呢 让你的皮修 变成孤儿了 好 今天呢 就针对这个问题 好 来做一个说明 好 希望呢 对大家这个 有一些对于皮修呢 好 有一点点的认识 跟了解 谢谢大家的收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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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